大家好 今天是美東時間2022年9月6號星期二 今天這期節目本來是要放在微雨時光頻道來講 但是因為要講到英國新任首相特拉斯 還要講到中共的命運 所以我乾脆就放到我們的時政頻道來講 我們之前在微雨時光介紹過英國預言家 他被西方媒體稱為惡運先知 是英國知名的通靈師 他曾經準確預言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2019年英國首相特雷莎梅下臺 約翰遜繼任 英國脫歐 澳洲爆發巨大的自然災害 以及2020年病毒大流行等等重大的國際事件 帕克他從小就有通靈的能力 能夠看到一些未來發生的事情 他是根據他自己另外空間所見 和對國際形勢的分析來給出預測 暫且不管他是怎麼樣能夠準確預測一些國際大事的 但是我們可以將他的預測作為一種參考 最近他對9月份的最新預測聽起來很震撼 他預測了英國新首相特拉斯的勝出 還預言今年下半年會有大事發生 中共將會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解體 這個預言如果應驗 那我們節目的觀眾都要開香檳慶祝了 我們先來說一說英國的新首相 今年7月 英國前首相鮑利斯約翰遜 因為醜聞頻傳而辭職 兩個月以後就在英國時間9月5日的中午 英國外交大臣利茲特拉斯在通貨膨脹率高達兩位數的壓力中 當選為保守黨的新黨魁 他將取代約翰遜成為英國的新首相 47歲的特拉斯以57%的得票率 擊敗了前財政大臣蘇納克 也成為英國史上繼撒切爾夫人和特雷莎梅之後的第三位女首相 9月6日 約翰遜向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提出辭成 96歲的女王因為健康關係行動不便 第一次在蘇格蘭巴爾木堡接見約翰遜 特拉斯也前往蘇格蘭進見伊麗莎白二世獲得女王的認可 然後返回倫敦 組建新政府 目前 英國面臨著能源價格飆升 通脹率超過兩位數 勞工衝突 經濟衰退的困境 整個8月份 股市頻頻下跌 英鎊和債券出現了多年來最大的拋售 英國人的不滿情緒達到了撒切爾時代以來最高峰 人們也期待著這位新的女首相 能夠像撒切爾夫人一樣力挽狂瀾 利茲特拉斯出生在一個左翼的家庭 最初曾經積極地參加中間派的自由民主黨 但是後來轉為保守黨 他2016年投票反對英國脫歐 但是後來卻成為了最有力支持脫歐的人之一 2021年鮑利斯約翰遜在對內閣進行大規模改組的時候 任命他為英國外交大臣 2021年12月又被約翰遜任命為英國政府歐盟事務首席 談判代表和英歐關係理事會英方主席 參加國際貿易部談判並大力推廣新的自由貿易協定 這些都為他今天上台打下基礎 早在特拉斯還是一位局外人的時候 帕克就已經預測到 他將戰勝前財政大臣蘇納克成為英國的新首相 9月6日帕克發布新的視頻 對特拉斯上台以後 英國經濟的前景做出了預測 他認為雖然特拉斯有些軟弱 但是他面對的爛攤子 英國的經濟和能源危機 這個燙手山芋給他帶來了挑戰 但是同時也給他提供了展現領導力的機會 現在英國民眾真的很需要一個能夠做出果敢決定的人 英國需要強有力的領導 在宣布勝利以後 特拉斯承諾一個大膽的計劃 以削減稅收和發展我們的經濟 隨著俄烏戰爭導致的能源價格飆升 也使今年冬季 英國人的生活成本可能會創下新高 英媒《每日電訊報》和《泰晤士報》週一都報導 特拉斯可能會以某種形式來凍結能源賬單 減輕今年冬天英國家庭的負擔 對於俄烏戰爭帶來的能源危機 帕克說俄烏戰爭因為所有的國際干預 變得比想像中要長得多 能源價格如天價上漲 人們支付取暖的費用 將高於支付房屋貸款的費用 這個顯然不是一個可以持續的狀態 但是它有一個新的積極的預感 事情會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變化 出現一些新的解決能源的辦法 諸如在撒哈拉沙漠或者其他地方放置太陽能電板 還有通過冷聚變等等獲得無限能源 帕克在年初的時候就預測 今年全球範圍內將經歷大規模的通貨膨脹 尤其是在英國 他預見英國會遭遇一些可怕的事情 碼頭罷工 鐵路罷工 航空公司罷工 醫生罷工 護士罷工 郵政罷工 出現非常困難的時期 他所說的這一切正在應驗當中 帕克認為約翰遜可能在特拉斯的政府中獲得一個職位 但是特拉斯不會讓他決定議程 儘管約翰遜可能會利用他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嘗試採取行動再次成為首相 但是特拉斯會表現出一種力量比人們預期的會強大的很多 我們看到特拉斯獲勝以後承諾 在2024年的大選中為他的政黨取得偉大勝利 這也意味著他不會提前選舉 會集中精力來解決英國當前的危機 帕克認為特拉斯的執政經驗使他有能力建立很多的橋樑 並且也有能力進行談判 帕克看到了和蘇格蘭的一項新協議 特拉斯將把一些經濟援助提供給蘇格蘭的選民 蘇格蘭不會獲得更多的獨立 相反 會跟英國聯繫更緊密 他說 蘇格蘭BBC這樣的媒體可能會關閉 因為我們試圖讓蘇格蘭感覺到 我們所有人都在同一條船上 他還說拜登領導的美國一直都在阻礙英國的經濟 英國和印度以及全世界各地的貿易協定存在很多障礙 但是特拉斯他作為前國防部長 他有能力和其他國家溝通解除那些障礙 英國在未來依然會有衝突 比如說富人和窮人之間的衝突 但是不會完全失控 他看到了曙光 特拉斯對待中共的強硬態度 是他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在擔任外交大臣期間就一再表示 西方國家有必要經常檢視北京的野心 如果他們不遵守規則就不能繼續崛起 特拉斯主張支持臺灣曾經在北約峰會上言辭警告中國 入侵臺灣將會是災難性誤判 英媒報導 特拉斯說他如果就任首相 將首次在政府層面把中國列為英國國安的嚴重威脅 跟俄羅斯並列 還表示這意味著因中可能不會再有經濟夥伴關係 因中黃金時代可能就此落下帷幕 特拉斯的強硬態度引發中國外交部的跳腳 稱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稱英國要改變僵化落伍的帝國思維 特拉斯對待共產中國會不會有鐵娘子的魄力呢?我們很快就會看到 帕克在9月1日發布的視頻中也有對中國的最新語言 他說中國一直都是一個信息大國 皇上無法弄清楚基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中國也並非一直都是統一的中國 在很多個世紀 中國由諸侯割據 他說可能會看到中國分裂 各省割據 香港這樣的地方會進入自己的遊戲 中國內部會發生一場大戰 不會像長征或者文化大革命那樣可怕 但會流血 他說年初就預測了 習近平今年會出事 尤其是他要連任第三屆 現在新聞中說他希望儘快的加冕 他認為這不容易 因為中共內部似乎已經在分裂 一切都在秘密進行當中 習近平最終不會當選 很難想像 在高度發達的通信和網路時代 還會看到1980年代那種風格的領導者 習近平的權力將受到全面的挑戰 其他人將控制中國 他看到中國很快就會進入大規模的鎮壓 中國經濟將出現大幅下滑 現在還剛剛處於下滑的邊緣 各種嚴重的腐敗問題 尤其是在抵押貸款方面 清零政策 對封鎖的濫用 這將開始導致矛盾升級 中共為了轉移矛盾 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到關注臺灣上來 因此臺灣會遇到更多的麻煩 他說 我們現在正在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戈爾巴喬夫也趕在這個時候去世 他說 我曾經多次說過 中國將發生一場變革 我認為預測一件事情和是發生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對所有的預測者來說 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但是 這一次對於中共的滅亡時間 我感覺非常的強烈 他認為中共將在今年年底 或者是明年初解體 2024年將是一個轉折點 未來我們會看到西藏獲得自由 會看到香港在真正擁有更大的自治權 會看到臺灣最終的自由和獨立 會看到俄羅斯被大大的削弱 因為如果中國陷入困境 普京會發現要保持現狀更加困難 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很快 我們將在一段時間內看到印度的增長 當中共的無神論專政結束的時候 我們將再次看到中國偉大智慧的重生 在上一次的預測中 帕克爾還談到 疫情造成的世界經濟問題和社會動盪 將需要很多年才能緩解 他說 世界對於全球科技巨頭的壟斷已經開始採取措施 很多科技巨頭將倒下 先是臉書將陷入嚴重的財務問題第一個倒下 接著是伍哥 亞馬遜也將面臨淘汰 國際上將會有更多規則 新的數據法 來限制這些公司的數據收集和算法等等 帕克看到一場網路貨幣大崩盤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虛擬貨幣 看來呀 2022年的最後幾個月 將是世界十分動盪的幾個月 早在400年前 大預言家諾查丹馬斯就預測 2022年的下半年 洪水 火災和乾旱都將源源不斷 他還認為2022年是關鍵的一年 也是上帝考察人類最後的一年 如果人類將肆意破壞 自然 將會有可能迎來世界末日 好 今天我們關於厄運先知帕克的預言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